昨天亏钱了 但今天还是一样 还要早餐的再来分析一下市场 今天可能就把那个时间段放大一点 然后我们来预测一下 这一波小牛到底能够长到哪里 OK 然后非要不多说 我们开始 好了 欢迎回到老铁频道 最近最近 昨天昨天 瘦了一点伤瘦了一点伤 昨天总共我空了三尺 然后亏了三担 早上起来 就只顺出场了嘛 所以错了就错了 止损的时候就止损 然后 看了一件新闻吧 就是最近美国有很多这些 什么policy bill spending 就很多这些字 好像看不懂的字 这些字全部的简单的意义就是 美国又在印钞票了 然后把钱送给一些商业的好朋友 好像什么climate 为了什么天气的 还有这个是 为了抵抗中国很多借口 就是印钞票 印钞票的时候 就是你会看到 他们会买很多那个十年的没债啊 等等的 所以 这次很奇怪的 这整个礼拜 超级多坏新闻了 Netflix的那个财报不好 然后很多公司财报都很烂 可是市场一直在涨 谁在买呢 谁有这个能力 谁有这么有钱呢 我猜的啦 应该只是中央政府 所以现在这个小牛 挺厉害的 然后我们来预测一下 看一下比较大的时间段 布局一下 到底接下来那个行情会怎样 我们看这十个商品 OK 好了 非常不多说 我开始了 昨天视频 比特币讲 看那个两万三嘛 然后他上去 然后 就本来逃过一几嘛 没有什么死的 然后他那个 GDP数据出来 这边又砸下来 然后我又看到 哎呦 这个应该是假突破 所以我就跑去空两单 我早上空一单 一单没死掉 然后我晚上的时候 跟学员们一起 找一些机会空嘛 空了ETC跟那个Near 早上起来 全员部那个单子 不见了咯 不见了 不见就是那个 不是指使就是指引 反正就是昨天 受了点伤 插了三刀 插插插插 但没有死嘛 所以风控做好 连续亏三单 也是一个6% 7%左右 还OK 月头的那些单子 总共总体还是赚钱的 只是这个礼拜 很多利润回吐了 很难过 等一下我要唱那首 那个5566的那首歌叫 我难过 昨天GDP数据出来很烂 然后市场砸了一下 又马上回去的 很可怕 谁在买 谁在买 不知道 谁在买 不知道了 所以最重要是 接下来怎么玩吧 接下来重新看一下 大的时间段 看一下布局吧 现在整个比特币 就是有这个上行通道 然后这个牛真的是 暂时看起来是挺强的 可能还会涨一下的 然后涨到这个level附近 刹新通道很重要 然后如果以形态的角度来看 这个如果是XAB的话 根本没有形态 等一下看一下 我们可能可以以一个ABCD 来做一个推算吧 它这一波可以去到哪里 如果这个是AB的话 拉上来走一个CD 那是不是可以看到 比特币很快在26,000左右 OK 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 去看它的行情 XAB786 这一波上去 127 14 也是 也不能怎么看的 反正它就在这个通道行走着 然后现在我觉得主力 其实那个牛有点强 所以如果它有调整 我们等阶段 我觉得是不错的 空单现在有点难玩了 昨天被打了三单 然后现在有点怕了 但还是一样 就是跟着心态走错了就错了 然后对的时候要拿得住利润就OK了 OK 这一波等它走一个ABCD再看一下吧 26,000左右 这一波应该还有的涨了 应该没有到顶 这是我对比特币的看法 看下以太坊 以太坊在很久很久以前 我说它会走这个蝙蝠到1800 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有讲了 可是需要时间 没想到这么快就到达了 X A B 然后这个是C D C的时候这边有个姚名的 我记得 OK 然后它就走了 OK 今天很快要到达1800了 1800完成这个蝙蝠的时候 再看考虑要不要去控它 当以太坊完成这个蝙蝠 比特币也会走一个蝴蝶 所以这个level 可能真的1800才会有一些小调整 RSI也是 昨天一直还在普通的位置 今天接近超买去了 所以今天的以太坊 我不懂它再拉到一波1800左右 看一下这里有没有机会去吃一波空单 OK 吃空也是短空 我觉得它调整一下 回到趋势线又有很多人会把它买上去了 OK 所以就这个思路 以太坊的思路 然后ETC 昨天我玩了一单空单 然后失掉了 也是要分享一下 对错都要分享 不要每天只给你们看对的 对不对 以太坊昨天我玩的是一个螃蟹 螃蟹是1618 然后它直接飞上去了 EGDP数据之前我们就进了 在这边它小跌一点 就直接飞上去了 OK 这个去到1902224了 什么鬼都不懂 我不懂以太坊到底发什么是ETC 这是飞到这么猛夸张 OK 但找一些位置 为什么 找一些它可能会停止涨的位置 你看 它今天破了长期去吃鞋 是不是牛又回来了 可是这个level最多也不是 做空你也不敢的人 所以我在想这一波应该还有一点点涨幅 这里给它走一个鲨鱼 这个是日线 日线 这次ETC我觉得它可能会一直一路涨到46 现在已经40了 多6块钱应该差不多都是顶了 然后我也不懂基本没有什么新闻 我们关注一下 这个ETC 应该这一波破了去线阻力了 去到4647应该有可能的 到了这边再找机会看有没有机会去制裁它 昨天我也是玩了 不是手痒了 也是跟着一些我每次用的一些规则去玩 然后Near也是被打了一旦止损 OK 我昨天怎么玩 我看到这个阻力 然后它上拉直接下来 可是是15分钟 上拉直接回来 假突破 在一个无敌去这线上 我在这边附近就开了空 416 然后它上去 430我就被止损了 OK 半夜的时候 全部都是我一般玩的策略 但这次就亏了 全部都是概率而已 没有百分百 所以接下来怎么看这个Near 我也不知道 重新再看一下 OK 这个Near好像在慢慢的走了 走一个小牛的类似的 OK 这条线挺重要的 OK 每次回到这条线 反弹一波 回到这条线 反弹一波 回到这条线 反弹一波 所以如果你是觉得Near 看好它的话 也不要这种高的价格追 你等它有一些调整回来 再支撑 看你要不要去接它 OK 这个附近 如果真的回到4块以下 可以考虑 但如果你是空军的话 你可以看下心态 这一波Near X这边 A B 这里 C这里 走一个886 回到5块4的Near 在不久的未来 应该很有可能的 不要被吓 如果真的上到886这里 不要吓到 OK 5块4 5块半这里 5块4 Near 这里可能会走一个蝙蝠 所以给它继续拉 现在在中间 不高也不低 什么都不能做 只能等待 OK F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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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它拉一拉 给它拉一拉 我的思路就是这样 现在是有点转 转牛了 但你也不会乱追 给它涨一涨 真的要给它调整 调回到支撑 我们在低位去接多 有机会的 不要以为它不会回来 每次都 你觉得它不可能回来 它都会回来的 所以等待吧 真的有调整 回到这条 然后就直接上 我们再看 要不要去接多 OK 如果你是空军 你要怎么玩的 空军玩FTT的话 看一下4小时 这一波X A B 886 这个C上去 如果XAB 是886的话 那个FTT 可能会走一个 什么 886的一个升级 然后这一波 可能会去到34 有这个可能性 要布局空的话 在那个34以上再考虑 要布局多的话 就看这条支撑 OK 就这样 Matic 昨天也是Matic 十类一弹 昨天为什么我开三弹 一般我不开那么多的 但Matic回来二探了 好 以太坊也是要完成 1800的那个反转区了 很有那个想要空的感觉 这个是1902螃蟹的二探 Matic回来了 回来了 二探 所以看 RSI还没进入超买 所以给他再拉多一波 ETH跟Matic的关系 挺有相关的 Matic拉到 拉回到差不多一块钱 然后假突破一块钱回来 我觉得是不错的 刚好 ETH也是走到1800 完成蝙蝠 两个结合的话 再看你敢不敢 去做一个短空 如果你是觉得 整个行情变了 是想要玩多的话 那你等他们调整 回到一些支撑再接 在中间 不高也不低 什么都别做是最好的 这次 今天星期五了 应该今天 我不会开单 除非有那种 不能够 什么 太好太好的机会吧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 暂时接 周末了 反正每次周末 也是横到无聊了死的 不用开单的 可以等待 下一个礼拜 一定还有更好的机会的 给它说 Solana 上涨 下跌 支撑 上涨 下跌 支撑 又拉了 现在又在拉盘中 现在不高也不低 什么都不理了 给它去拉 给它去表演 这边有一个上行通道 这一波应该有机会拉到这边的 给它拉吧 我也不知道它拉到什么时候 形态的角度来看 Solana 这一波应该可以拉到 XAB886 这个C上去 1618 Solana 这一波 如果突然拉盘的话 你们不要吓到 可能走一个深邪 XAB886 这里是C 上去 1618 56 42到56 有这个可能性的 要布局空的话 等55以上吧 56左右 然后要布局多的话 你等它回归一些支撑去实现 我们再布局吧 中间就看就好了 没你的份 来讲的黄金 黄金最近也是很猛 这边好像底部了 开始有点小反弹了 这波反弹会到哪里 我也不清楚 换一些趋势先来做一些推断吧 可能它这一波就是一个下跌回拉 然后这一波黄金应该有可能在不久的未来拉到1700左右吧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level能不能顶得住 顶得住的话可能又继续跌了 顶不住如果突破的话 那真的小牛回来了 这个是黄金 然后看一下纳指跟DXY吧 纳指这个加特里的二探 二探 跌了一点直接拉上去了 所以下一个level我们要看就是这个level了 这个我蛮久以前有说过的 回到这个长继续之线 不懂能不能突破 可以给大家表演一下 下个礼拜应该有些好新闻的 我不懂是好还是不好 反正市场它的反应会是好的 然后这一波纳指 我觉得应该还有空间拉的 所以如果纳指还有空间拉的话 12800拉到13300左右这里 那比特币台房可能也是有一点点空间再拉多一点点的 给它们拉完了 可能长期就先碰到无法突破 再可能再跌吧 OK 这是我对于纳指的看法 再给它拉多一点吧 那如果以形态的角度来看还有什么形态可以考虑的 如果加特里失败的话 那走1618的话 它有没有可能走一个螃蟹到14000亿 什么都有可能的 所以这些是可能性 一就是到了趋势线 阻力就直接跌下去 第二可能性是去到1618完成螃蟹 才开始反转下去 OK 所以看市场 下个礼拜市场怎么样 我觉得是好的 应该会涨一点 好了 最后一个看美人指数 美人指数 在回归支撑中 OK 每次回归支撑后 它会有些反弹的 回归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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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一波飘了 有点久了 等它真的回归支撑 我们看一下反应 如果纳指到了主力 这个美人指数 应该回归支撑的 也不多了 多1% 2%左右 105 30 40 这里 这里hold得住 再拉的话 那数字货币 可能美股也会 跟着跌 OK 如果美股直接砸破 这个支撑线的话 那它可能会来一个 很深的调整 可能6%左右 回到这条线 OK 这条线也是比较长期的 一个趋势线 所以这两条线 都非常关键 下8月份 就关注这两个level 105后的注 美元继续上涨 然后数字货币 股市开始跌 如果105后不注 那可能美股 跟比特币会拉 更猛一点 然后美元指数 可能要跌一个5% 好了 我今天说到这了 亏到钱 不要难过 因为我也是一起亏钱 然后没事 你控制住你的手 一两袋好的单子 把你的亏损全部覆盖了 然后祝你们好运 祝我好运 祝大家好运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 拜拜